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讲了李清照的一首词 叫《如梦令,长寄,西庭日暮》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短而美的小词 长寄,西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幸尽挽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奇,一滩欧路 那么我们温故而知心 那么今天我们新学的是 一首来自于王维的小诗 那么这首诗呢 它这个诗名起得很随意 就叫杂诗 就是幸之所至,信守年来 那么这首诗呢 很短 但是呢 秉承了王维山水田园派诗人的这个风格 写的是井 写的是雾 非常的美 首先我们来读一下这首杂诗 君子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起窗前 寒梅灼花味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啊 很简单 来日就是来的时候 那么起窗呢 就是这个雕画这花纹的窗户 那么非常漂亮 那么灼花味 那么就是开花了没有呢 有没有灼花 比如说呢 你叫做什么灼鹿 那么就说在这个花枝上 有没有花朵存在 味也可以读成否啊 那这个为和否呢 就是一个疑问 表示呢 有没有呢 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问号 所以这首短短的小诗啊 很简单 是说诗人呢 问一位啊 来自于家乡的人说 您那是刚从我们家乡来的 一定了解我们家乡的人情事态 请问一下您 来的时候 我家雕画这花纹的窗户前 那一株辣梅花开了没有 是这样一首 可以说是思乡的小诗 但是呢 这里边并没有 我们常见的那种 比较沉重的淡淡的悲伤 那这里边呢 可以看到王梅那种 很流露于自然的一种心态 牵挂着家乡 那么家乡来了人 我们要赶紧地问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杂诗 君子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起窗前 寒梅灼花味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写文章或者写诗什么的 不一定非平铺直序 当然平铺直序呢 是另外一种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思念谁 我们说哇 我好想你啊 我想你像这个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对你的思念如何如何 这种呢 直白而热烈的表达 是一种方式 另外呢也可以像王维这样 他没有直接说呢 我对家乡是如何的思念 我想家里的人啊 想这个妻子啊 想孩子啊 想父母啊 想兄弟姐妹等等 他呢是借用了家乡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景物 就是在他们家窗户前的一只蜡梅 那么这个时候 蜡梅是不是已经开花了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王维在家乡的时候呢 他会经常关注这只蜡梅 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花了 那么从这首诗可以看出 王维对家里的一株蜡梅树 都是如此的牵挂 进而呢衬托出他对家人是如何的思念 所以呢这样一种衬托的方式呢 也是我们写作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的手法 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学起来 那我们今天的一天一首诗呢 就先跟您分享到这儿 非常的简单 也希望小朋友呢 能够把它背下来 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中 把它朗读出来 我们今天的一天一首诗先到这儿 接下来呢 由小陆老师为您主持的汉字小课堂 以及中华小故事 还有人人来背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陆 今天我们和子菲老师一起学习了一首 唐代诗人王维的杂诗 这首诗是这样的 君子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起窗前 寒梅灼花味 那么这首诗 它的意思啊 说这个问 如果你从这个家乡来 那么应该知道家乡啊 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么请问在你来的时候啊 这个窗户前的那支寒梅 有没有开花呢 其实特别像我们平时写的 这个记录每天东西的像日记一样 所以说这首诗的名字啊 叫做杂诗 但是虽然说叫做杂诗 但是啊 看起来听起来又觉得 其实一点都不杂 而且啊 很优美 表达了其中好像对家乡的一种思念之情 因为每一每比如说像我们每个人啊 遇到从家乡 离开了很长时间 如果偶尔的遇到了从家乡来的人 那么我们就去问候一下 这个这个来的人说 家乡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变化呀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啊 也是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汉字小课堂上 我们就来学习一个字 那就是故乡的故字 刚才我说了很多啊 家乡 其实啊 这个故乡也就是家乡的意思 那么故乡这个词啊 在这首杂诗里边出现了两次 君字故乡来 应知故乡是 故乡的故怎么写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字的结构 故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左边呢 是一个古人的古字 右边是一个反文旁 那么我们经常说啊 从字形其实啊 能看出字的本意 那么这个故的本意是什么呢 其实我先告诉大家啊 这个故的本意 是人为的结束老人垂死而痛苦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故的左边啊 是一个古字 那么在古语里边 做古其实啊 指的就是老去和死亡的意思 那么另外一边是反文旁 本意啊 是拿着工具进行攻击的意思 那么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歌 我觉得形状啊 有些相似 也是一种工具 所以说左边的古 和右边的反文旁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故的本意 我们刚刚说到的 人为的结束老人垂死而痛苦的生命 那么其实啊 和我们现代汉语里面讲到的一个词 叫做安乐死 有着比较相似的意思 那么根据故这个本意啊 其实后代用的更多的意思 是指啊 人死去的意思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我们造一个句子 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师 故去了 那么这里边啊 就是指这位老师去世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啊 如果人是生病去世的 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是病故的 所以说啊 这个故在这里面就是指死去的意思 其实故有好几个意思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本意 或者是指这个死去的意思 其实啊 故还可以指旧的 或者老的 或者说原来的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 故乡这个词 其实啊 这里边的故就有旧的 原来的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想到 如果是旧的家乡 原来的家乡 那么它就叫做故乡 当然这个故如果表示这个原来的老的旧的 这层意思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到朋友 也可以说故之故有 那么这里边就是指老的朋友 老相识 叫做故之故有 那么故啊 还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啊 它还可以指意外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组一个词叫做变故 那么如果家里边啊 遭遇了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家里啊 出了变故 那么一般来说啊 这个意外的事情 其实经常是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意外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叫做事故 比如说我们会说 这个交通上发生的意外 叫做交通事故 那么如果啊 车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 这个车发生了故障 这里边这个交通事故的故 和这个故障的故 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故 那么故除了以上的意思啊 还可以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 它还可以指原因 比如说我们说啊 这个飞机不能准时起飞 那么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其实啊 这里边的缘故 和我们说的原因 就有着很相似的意思 缘故 那么故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个原因的意思啊 其实它还可以配套 还有所以的意思 再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 它很聪明又很努力 故尔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那么这里边的故尔啊 其实说到的就是 所以因此 因为它很聪明又很努力 故尔 所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 故尔在这里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 古文文言文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呢 其实我们现在啊 并不经常用到这个词 故尔 只是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意思 虽然说故啊 有很多的意思 但其实每个意思 在现代用到的这个频率啊 除了这个我们以上说的 这个故尔之外 还挺多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鼓励大家啊 一定要多多的练习 记住这些词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上面讲到了 故乡是指什么呢 是指原来的家乡 那么故知 是指原来的好的老朋友 那么比如说事故 是指发生的意外的事件 这样呢 你看仅仅学了一个字 故 那么通过它组的词 就可以丰富大家的词汇量 可以啊 这个学会很多很好用的词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汉字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来听子菲老师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